現在大家都在吹一個風 也就是藍白河 白藍河 喉科或是科喉 是不是要先會先談 我們來看到這個邱毅 他爆料 他說他要跟韓國瑜進晚餐 那共進晚餐的時候 要勸他出面來整合 讓這個科喉可以一起談 那這個讓我聯想到 亮哥前幾天在我們節目上講 禮拜一吧 你那時候就有提到說 這當中最適合當公道博的 其實就是韓國娛樂 因為你說這一定要有一個引導人 他適合這樣的引導人的角色 主要是因為韓國瑜 跟柯文哲有一定的交情 那另外呢 韓國瑜的公正性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題我還是先請教這個亮哥 就是說他韓國瑜出來了 當這個統估的角色 會起了什麼樣一個實質的作用嗎 那我身邊其實有一些科粉 跟我說 覺得柯文哲 比如說現在就拘泥糾結在這個誰當 柯文哲怎麼可能說我當附的 那韓國瑜的出來是不是在某種情況之下 也可以幫柯文哲解套 亮哥 因為像有些民調柯文哲明顯領先 是啦 比如說昨天進傳媒 柯文哲以前10億拍 對 所以你當然在這個氛圍 坦白講啦 那個 那個趙昭康他也認為 適合見面的時間是10月 10月 就是侯友宜回過之後 訪美回來之後 對 不過因為 你如果時間太近 人家就會覺得說我還在衝刺 我搞不好會更高對不對 所以你到10月就會 因為時間已經很接近登記了嘛 你也該做決定了嘛 那那個時候 兩個人大概也只剩下一個月 那會比較好說啦 說你的實力大概就到此為止 那你現在這句話說不出來啊 因為我確實有看過一些民調 柯文哲還是維持在領先的情況 尤其是如果做手機啦 做網路 手機他很佔優勢啊 那他非常明顯就是佔優勢 所以 那民眾黨人當然會覺得 那你有什麼理由叫我做福的 那這個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啦 這個問題比連恩宋要難很多 因為 連恩宋系出同盟 而且他們談完之後 宋楚瑜 後來就變成國民黨的副主席 就所以他們 政黨的整合不是問題 那民眾黨不是啊 民眾黨人家還有不分區 區域對不對 所以 他 一定要在一個 可以對內部 說得通的說法啦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網路上 然後網友 事實上網友留言最激烈的就是柯文 他是最積極的 就是 到目前為止 因為你沒有辦法說服他 柯文實上很多人都蠻獨立的啦 這也不是說 柯文哲要說服他們也要說出一番道理啊 為什麼我要當副的對不對 不然他會崩盤 柯文的性質是 他們有一些人是很有獨立思考性的 而且 知識性的真的比較多 那韓國瑜的出來他的出手會起什麼樣的實質的作用嗎 讓兩方講話算數 不是這個東西很現實啦 坦白講當年連送那一場 這兩位應該不會講話不算數啦 不是啦 這個就是 有第三者在場比較好嘛 而且他跟兩方都夠熟 實際上我知道國民黨本來有人要 請馬英九出來 來談這個侯跟郭啦 那可是你也知道嘛 跟郭是很難談的啦 郭現在應該越來越無足輕重啦 馬阿里請出馬英九也沒有意義啊 對不對 目前我覺得侯跟柯 他們都不想跟郭談 可是 侯就是認為時間還沒到 因為他也要 他也很想像賴清德這樣 有反美效應嘛 那你就要去試嘛 對不對 那 柯文哲覺得他目前為止 他還是維持在 領先 然後有棄保空間的 這樣的一個局面嘛 這美麗島做的當然兩個人差不多啦 可是 還是要多看幾份民調啦 就是這樣 我們剛剛提到說到底誰要來解這一局 我先問一下漢婷啊 就是當然很多人點說 目前還在加拿大準備回來的韓國瑜 是不是應該成為這個統估的角色 由他出來 是不是再也都可以來成功喝上這杯咖啡呢 那剛也聽到說馬英九也有被點名 不過現在的這個局勢還算亂 但有聽說時間點會加快 據說原本好像10月多 甚至11月會談的 現在也許9月底 可能會有一回台灣之後就要談了 這個我認為實力跟選民的智慧最終會解決一切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很焦急或者很擔憂 他的評論說誰誰誰可以來負責做這件事情 但是說真的我認為對實際上 就像我們這種很關心政治的人除外 大多數的選民其實不是那麼關心整合 他可能會覺得更多的是一種分贓 大家要的是什麼呢 大家要的其實是贏 就表面上你會覺得大家都很想整合 但其實整合不是最關鍵 大家要的是贏 如果今天不整合能贏 選民也會支持那個會贏的人 那當然因為我以下的評論 跟我本人今年參選 也沒有任何的官吏 因為在我宣佈參選之前 我就是抱持這個論點 因為我一上過去來呢 就是認為說這個什麼誰誰配就贏啊 然後或者是講說這個不合必輸 我對這種講法不以為然 第一個那媒體人 我們可以客觀的評論這樣的一個事實 然後呢作為政治人物 比如說如果你本身就是黨公子 或你本身就是參選人 有這樣的發言呢 我認為就要比較小心 而且呢這就忽略了主觀能動性 比如說第一個你就是不斷的加強 哎呀這個不合必輸 在傳播跟媒體學上 你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那到最後只要有一個類似不合的狀況 或最後是不是只要不是一對一的選舉 那選民就不投票 他就覺得啊必輸啊 因為你已經烙印在他腦海裡面了 所以不要再繼續強化 這個觀念 第二個呢就不斷的強調說 這個一定要誰誰配誰誰配 誰誰配就真的一定能夠贏嗎 民進黨有這麼好打嗎 合了之後真的就能夠合作無堅嗎 合作了之後真的有把自己做大做強嗎 如果我們看到現在所謂的民調趨勢 所以合了好像也沒有會贏啊 所以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呢 我們發現如果都只是要批評所謂的這個第三名 或者是批評新的 你看這個先前呢 你看這個是柯文哲第三批柯文哲 然後侯友宜第三批侯友宜 然後呢郭台銘這樣批郭台銘 那郭台銘又出來又批侯跟柯 那這樣批來批去 大家是不是覺得忽略了一個 最該批的人是誰 是賴清德啊 是民進黨 是民進黨所有的惡行惡政 還有它的亂源跟亂象 所以我們才必須要繼續揭發民進黨 這些倒行逆施的事情 繼續喚醒更多的民眾 讓大家票不要投給民進黨 那至於說那投給誰才是王道呢 很簡單 選民會投給那個最終會贏的人啦 選民最後還是很有智慧 因為否則的話在去年 在上一次韓國瑜選舉的時候 宋楚瑜就不會只有那麼一丁點票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宋楚瑜最後不會贏嘛 他就是要來蹭這個政黨票 就不會想要投給他 好 那當然實際上 那怎麼樣才能夠往上走呢 如果我們分析過去 你看 侯友柯文哲一開始民調比較上 為什麼 因為他權力打民進黨 難道他是不斷的講 哎呀柯侯佩柯侯佩嗎 不是 第二個侯友宜民調為什麼後來也往上漲 難道是因為他不斷主張侯柯佩嗎 也不是啊 也是因為他逐漸在媒體展現曝光 他也打民進黨 也不要忘記 郭台銘什麼時間點民調比較高 除去前兩年他捐BNT之外 第一個呢 是他在臉書上炮轟 說民進黨都是一群朽木跟禽獸 引用三國演義的話 所以民調衝很高 第二個呢 就是他講說 大小姐叫我不要買 直接打蔡英文 那個時候民調高 那他為什麼現在民調低 就是因為他現在不斷在講 哎呀我們要整合 我們怎麼在野這個大聯盟啊整合 所以大家注意到了嗎 就是你談整合 對你的民調沒有任何的加分 沒有任何的效果 因為選民要的就是要攻擊民進黨 在當前誰越能打民進黨 大家就越支持誰 這才是台灣現在不破的真理 所以對於猴也好 對於柯也好 或甚至如果鍋還要繼續選的話 那當然現在我認為這個過度的批評都不需要 大家就是各自拿出自己最好的牛肉 猴有一端自己的牛肉 然後呢繼續呢展現他自己的路線 告訴大家 我是真的非常希望有一個候選人要有一種氣魄 勇敢的告訴大家 不要擔心啊 4咖度我也能贏啊 3咖度我也能贏啊 4咖度我也能贏啊 你要有這樣的膽量跟氣魄跟勇氣跟擔當 才能告訴你的支持者投給我是能贏的嘛 那別人一出來你就 這個不行啊糟糕了 這個賣蒜啊 這個綠的就是放鞭炮啊 在家睡覺 那你支持者看了都覺得沒信心 為什麼 因為最後是不是只要你不合 那選民都可以回家睡覺 所以這種話呢不僅是不需要講 而且呢就是應該候選人自己 要正大光明的告訴大家 投給我就是會贏的人 我就是那個能夠打敗民進黨的人 我就是能夠帶領中華民國走向前途無量 讓大家安居樂業的人 氣魄拿出來 然後這份責任跟擔當拿出來 選民自動就會歸對 那那些呢就是搞不清楚狀況 或者很多中間選民也才會覺得 哦你這麼有自信 才會願意繼續投給你啊 否則的話現在 現在我認為很簡單 就對於每一個候選人來說 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侯友宜 柯文哲 或者是郭台銘怎麼樣 就是繼續依照自己的步調 你說權力批柯啦 權力批郭啦 或是權力批誰 那對方的支持者聽了也不高興啊 像現在呢很多人在批郭 那郭台銘的支持者可能越聽越不高興 那最後即便郭台銘不會當選 他可能怒氣還在 他就不願意投給侯友宜 或不願意投給柯文哲 所以現在或者講說一直以來 我都認為大家最簡單 就是繼續權力攻擊民進黨 而且呢要拿出非你莫屬 就是非我不可 捨我其誰的精神 大家覺得你是會贏的人 自動就會跟你團結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未見 小明星全校的